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第一次自己开车上路感觉一样的既兴奋 然后又有点紧张 同时坐飞机和自己开飞机感觉还是不一样 自己驾驶着飞机 然后看到下面的大好河山 那么觉得整个人还是什么烦恼都没有的 也觉得自己还是挺酷的 因为可能我们平常坐客机没有咱们这个尖机机这么快 而且坐舱里面可能就您自己 有没有那种怕的感觉 第一次上天多少会有点紧张 但是怕倒是没有 因为在地面已经做了很多的准备了 所以对自己还是有这个信心的 远远代表你好 我是一名大四学生 我想成为一名空姐 但又想成为一名女兵 所以特别的犹豫 请问有什么建议可以给我吗 您给她提一个建议吗 我觉得其实就像我自己一样 当时也是考空姐 然后后来去当兵 然后我觉得这种东西要看自己的 真的是要看自己的一种信仰和追求 我觉得我自己想成为一名女兵 如果说她只是觉得我是一名空姐 我去当兵 我很恐怖而很炫 我觉得要选自己喜欢的 但是如果心里有这个情怀 这个爱国情 我觉得如果说不管是你在哪个职位 或者在哪个岗位上都可以知道 说的很好 其实说这样的一个选择 最终还是看自己的一种喜好 和一个自己的一个追求 我们知道各位代表除了平常的本职工作之外 还要履行这种人大代表的职责 训练生活很繁重 我们来问一问张肖代表 能作为一名女军人 女飞行员 女人大代表 你是怎么来平衡家庭和工作的 有没有对家人有一些想说的话 都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像我的工作也比较特殊 也属于一种高危行业 那么我能够保证自己每次起降平平安安的 其实对于家人比人来说 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安慰 那么在平时不工作的时候 我也是抽出所有的时间来陪伴家人 回去多帮父母做做家务 陪陪自己的孩子 然后和老公也是多交流 就尽可能的去多陪伴他们 对于家里人小说的话 就是特别的感谢我们全家人对我的支持 尤其是我的父母 现在他们年纪也很大了 但是能够为了让我安心的去飞行 去工作 他们也是过来帮我带小孩 也是照顾我的生活 所以我还是非常感谢他们的 针对自己的工作和自己的专业 对女兵们或者说对军营有向往的女生 有没有哪些想说的笔画 在咱们这个三八妇女节这个属于咱们女生 这个女神的日子里 给大家分享一下 那也是再次祝大家节日快乐 也祝各位代表工作顺利 谢谢大家做客我们军事会合厅的两会特别节目 谢谢你们 再见 再见 拜拜